对于原本高质量的影视剧剧本 观众最怕的便是遇到加戏魔改烂尾这三种情况 可娱乐圈的明星却一再为我们证明 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先有陈浩宇让三大主演成为他的背景版 后有孟子义戏粉前面反抄其他女性角色 还有哪些一看就是戴资金族的演员呢 这里是夏天与子江 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那些差点被加戏毁了的剧吧 首先有一些戴资金族的演员 演技插刀让观众觉得我上我也行 对此落跑天心里的女主角郑亮星首当其冲 这部剧改编自日本漫画偷偷爱着你 早前无论是艾拉与无尊版本 还是库北镇西语小丽巡版本 全都和平连连 可2013年这一部却活生生演成了一部烂眼神区 剧中张亮星饰演的尼树雷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偶像上涵飞重返跑道 于是女伴男装潜入华馆男校 无论是遇见男神还是与同学交流 她的表情极其夸张 每一次出镜都让观众想要逃跑 网友至今都无法指示她的表演 看一次害怕一次 不过张亮星曾回应说 是导演要求她要这样演的 此外这部剧可以说是毁掉了她的前程 张亮星自从这部电视剧之后 直到2018年她才得以正常接戏 其次有一些有钱人甚至直接给自己开了一个剧组 黄胜一曾在吐槽大会节目中秀过恩爱 先是吐槽老公杨子就是一个细腻的铁憨憨 她自爆之前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杨子每天开车往返6小时来看她 后来觉得这样成本太高 于是就代资金组了 随后黄胜一还直言 自己的人生中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 也正是杨子给她带来的代资陪伴 看完这段网友纷纷折忽 有钱人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众所周知 杨子带自尽的组就是天仙佩 黄胜一在其中饰演七仙女 杨子则是董勇 还有杨公如 蔡绍芬 胡克等一种女星为其作配 其中最搞笑的一幕 就是众仙女围着熟睡的杨子 不停夸赞她的英俊潇洒 像不提杨子的演技 这一幕大概就是最初的 演员颜值与角色人设严重不符 三生三世世里桃花爆火后 观众纷纷期待起了第二部《真上书》 后来再次看到 迪丽热巴和高伟光的阵容 观众大呼期待 但其实在定下阵容之前 女儿刘雨昕一度引起争议 据悉在三生三世系列IP 还没有爆红的时候 刘雨昕就非常喜欢这本书 她很早就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 并计划自己出演书中女主角凤九 但2017年势力桃花大火后 迪丽热巴扮演的凤九也随之深入人心 于是购买版权的刘雨昕不得不忍痛割哀 邀请热巴继续出演凤九 不过刘雨昕还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女儿的角色 剧中由她饰演的结衡被嫉妒占据了内心 暗中做了许多破坏主角感情的事 正因如此 不少网友从角色上升到了演员 不仅吐槽她领腔出戏 还有人质疑她详细为自己加息 对此就算刘雨昕的助理表示过 从交出版权后就无权干涉了 更别说加息 可舆论的攻击一直未曾停止 最后刘雨昕选择了退圈 再也没有参演过影视剧 无独有偶 张梦也遇到了与刘雨昕类似的问题 自杀海播出以来 观众对吴磊和秦浩的演技表示感叹 但张梦饰演的苏男却引来了不少负面争衣 先是上级脸肿 皮肤状况不佳的问题 后来又因为亚帆以及戏份多过女主杨蓉 而被认为是戴资金组 就在此时 雨昕竟然也来错了热闹 为了挺杨蓉 她回复了相关粉丝的评论 并表示我们的职称是演员 人家的职称是老板娘 不一样的 对于雨昕的安逢 张梦也持续在微博爱着她 并回应道 这么好的戏还真想戴资金组 只可惜出品放不让 后来原初作者南派三叔 也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 她称自己宁可低调一点 可悲好一点 此外 给配角佳系加到多过主角的剧 也不止杀害一部 演员曹西文凭一己之力 让两部大制作处于风口浪尽之上 清平月一经上线就引起了不少争议 她所饰演的教系婆婆 本是原著中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路人 可到了影视剧里 她不仅有了角色名字贾玉兰 就连人设都十分光辉伟大 贾玉兰既是陪伴贵妃多年的亲人 也是能为其出谋划色的军师 甚至为了贵妃 贾玉兰还自愿尾身于朝廷重臣 而这也不是曹西文第一次 赢加戏引起争议了 早在2018年 你和我的新城市关开播时 他就被爆出带资金组疯狂加戏 剧中曹西文饰演的格雷斯 是改变后新家的人物 不仅一跃成为女儿 还想了原著中朱寒静的官配CP 有的朱寒静的扮演者在微博上吐槽 拿到手的剧本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 曹西文在剧中的戏份 甚至直抄女主赵丽颖 据统计 某一集44分钟的剧情 曹西文的角色格雷斯 出现了20多分钟 而女主赵丽颖仅上限4-5分钟 豆漫上有一篇剧品叫 论戴斯金组的演员角色 如何毁掉一部五星好剧 没错 说的就是破冰行动中的陈柯 破冰行动阵容强大 制作新凉 但后期剧情绪有了很多 罗基印上和注水戏 究其原因 李莫知逃不了干系 由他饰演的陈柯 在面对为救他而牺牲的女儿马文时 他毫无作用 只知道苦 可一旦脱离危险 陈柯就是全能的 蔡晓琳住院时 他在妇产科 李飞受伤时 他在外科 连演DNA做性子限定 还是要找陈柯 此外导演曾一度给陈柯 和黄锦瑜饰演的李飞 安排了感情戏 是在黄锦瑜极力反的之下 这些暧昧戏才没有保留 因此 虽然李莫知曾为戴自金组的传闻成亲 但网友还是无法原谅他 这样优秀的证据不应该被资本 或是一个不及格的演员毁掉 2019年 九州缥缈落播出 前期南华三人组 研制在线 演技新战 可直至三十集左右 网友开始惊呼 我第一次先到搞诈篇的剧组 在陈柯宇饰演的白周月上线后 他生生插进三位主演之中 剧情因他变得更加脱离主线 家的感情戏更是难以逻辑自掐 直到第四十七集 距离大结局还有九集的时候 孙祖儿饰演的女主羽然 匆忙成为武神 落得一个在神庙过度终老的结局 反观演员表上第十四番的陈浩宇 他先是抢了原著中 其他角色的高光剧情登记为女帝 然后代替羽然 作用了刘浩然饰演的男主角 阿苏勒的爱情 最后还有男儿基野给他下跪 表示自己愿为马仙泽的场面 自此两大男主人手完全崩塌 粉丝暴怒 另外扮演基野的陈柔宣 在采访时表示 他和导演吵过几次 因为不想让基野这个角色太单薄 原著作者向南也说 小舟本应在长大后面澄清 如今的剧情是由另外两位编剧 改编的新剧情 顺带一提 观众为何直指剧组诈骗呢 这是因为宣传前期 陈浩宇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而且剧方没有一次透露过 阿苏勒和小舟竟然是官非 最后原本铁三角有关全谋 反抗宿命的深刻故事 就这样变成了小舟公主上位妻 九舟飘秒路也变成了九舟诈骗路 同时2019年暑期党 陈浩宇播出后好评不断 小舟和王一博两位演员自私暴红 而剧中的女主角温琴 却遭到了观众的强烈排斥 剧中温琴明明是个好人 但观众却希望他赶快领和饭 网友究竟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大的成见呢 究其原因离不开代资金组四个资 众所周知 陈浩宇是部双单主大作 小说中的温琴也只是个 出现不到一半就下线的小配角 然而到了拍戏时 有传言表示温琴不仅摇身一变 成了女一号 他与魏无羡 蓝忘机 江城三个人都有感情线 好在路透图影的书粉强烈不满 最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温琴躺在魏无羡怀里的片段也被删除 回来等到这部剧播出时 温琴的戏份虽然没有网上传的那样多 但相较于原主还是增加了不少 因此观众还是对孟子一不依不饶 虽然孟子一曾多次发文解释 但观众与粉丝却并不会买商 搞笑的是 没有人专门剪辑了 没有女主角的《无情无意》版本 2019年两部佳戏的电视剧 一部被书粉扼杀于摇篮 一部被毁得面目全非 观众只能表示躲过了孟子一 竟然没有躲过陈浩宇 此外 吴亦凡陨落之前拍摄的 最后一部戏《青三行》 也可谓是佳戏家道书粉怀疑人生 原著《三中路》讲述了女神探黄子霞 眼中的大唐社会风情 从被人诬陷的罪犯到魁王府的太监 黄子霞通过调查案情终于喜新冤屈成为了王妃 可以说杨子饰演的黄子霞是原著里唯一的大女主 可到了剧本 不仅传出现场飞烟 将女主高光剧情架下在男主身上 更是有了阴阳剧本 以及以李淑白为主的第二部《天和星》 直到如今 青三行因无以凡难产 对于追求还原度的书粉而言 或许是极大的意外之喜 不过戴资金组也并非全是坏事 《流浪地球》拍摄时 原本只客船一天的吴金发现剧组太穷 商定好的投资也意外被车 吴金便大手一挥投资了剧组六千万 最后这部电影大红 被誉为打开了中国科幻片的大门 而吴金也靠影片分红占得盆满钵满 放眼望去 在前几年的娱乐圈里 最著名的资源咖大概就是景田了 明明还是个毫无水花的荧幕新人 却能让孙红雷 金喜善 吴振宇这些大咖给他抬轿 此后跟他合作的演员更是一个比一个逆天 成龙 刘德华 周润发 个个都是公认的顶级巨星 虽说拍出来的作品大多反响平平 但强捧不红的景田已久不甘放弃 大片继续接 好莱坞也去闯一闯 可到头来仍是演技口碑双双不行 如此一来 恨铁不成钢的孙红雷自然先不住了 直接在某场发布会上大爆黑幕 称有些投资方就是怀着一心来泡女演员 以此暗逢景田走后门 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景田的资源突然大跳水 从曾经的大片接到手软 变成没剧本找上门 直到去年斯腾播出 他才重回大众事业再度翻红 不过尽管景田先前一直挨骂 但大家基本也都是吐槽他 自带资源背景强大 对他的人品和颜值一向没什么非议 不像刘浩存同样是某女郎出身 人送外号人造紫卫星 一出道就手握顶级资源 实际上各方面饱受诟病 即便和易烊千玺这种当红小生 或是和张艺这种实力影帝搭档 也捞不到半点好评 一提名紧紧引后更是惹来漫天争议 就连同行都看不下去 纷纷站出来对他明朝暗讽 比如黄晓明 参加上海电影节时 直接对着装模作样假哭的刘浩存 来了段雷驱蹦迪 先生问他哭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幸运 再反向安慰以茶制茶 最后给出阴阳怪气的致命一击 说实话不论黄晓明是真心还是故意 刘浩存的烂口碑都是毋庸置疑的 毕竟父母法治咖 自身品行差 人后炒作狂 人前小白花 单拎哪一条看起来都不太正常 也算是应了好累那句 你怎么可能一个正常人 然后再表演思考 嗯 啊 哎呀 和刘浩存相比 宋云化虽然没有特别逆天的资源 但也属于那种得了便宜还买乖的类型 想当初西红柿首富 原本定了玛丽做女主角 本以为继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之后 玛丽又能和沈腾强强联手 制造快乐圆群 可没想到电影临近开拍 玛丽的角色却突然被宋云化截胡 原乡的好剧本也因为这位新女主大肆改动 幽默效果大打折扣 要知道那时的宋云化除了不《我的少女时代》外 并没有其他代表作 而且看着她也不像是拍喜剧的料子 所以很多观众都对这部电影提前喝了道彩 男主角沈腾眼睁睁看自己的金牌搭档被替换 估计也很不爽 于是就在跑宣传的时候 屡屡炮轰宋云化 直言自己特别受不了没幽默感的人来把握一个喜剧作品 还一个劲地用眼神暗示自己指的是谁 就差直接报宋云化的大名了 到了另一场发布会上 她继续用开玩笑的方式说真心话 其他开心麻花的元老们也咽不下这口气 不是在线辟谣撇清关系 就是明朝暗讽大胆内涵 不过这些手撕资源咖的桥段还算是下手有所保留了 薛凯奇和江一燕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十十级名场面 当时由刘亦菲邓超出演的四大名补三开拍 片中的女二号本该由薛凯奇出演 但不知为何最终是江一燕拿下了这个角色 还获得了第十六届华顶奖的最佳女配提名 好巧不巧这个奖项的颁奖人又偏偏是薛凯奇 于是典礼上便出现了无比尴尬的一幕 薛凯奇签是和另一位颁奖人于文乐搭话 问他一个最好的女配角需要做到哪些条件 于文乐便回答要低调 可这句话到了薛凯奇耳朵里 仿佛成了导火索斑 使得他脱口而出一句 一旁的于文乐虽然已经被吓到呆滞 但他此刻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名单揭晓薛凯奇发现获奖者是江一燕后 又当场说了句 原来真的不要脸就好了 不熟的人撕起来火药味已经够浓了 塑料姐妹当场拆台杀伤力就更强了 比如周冬雨和马思纯 两人自从和拍了部七月雨安生后 在镜头前一直以好姐妹相称 甚至连金马影后也是一起得的 可谁能想到 本该其乐融融的场合 竟然意外变成了大型修罗场 周冬雨说 真的我们家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做电影的 我觉得特别光宗要做 真的 乍一听没什么不妥 但如果联想到马思纯有蒋文立这个影视咖小怡 这番话无异于戳马思纯脊骨 暗讽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 马思纯也不甘白白挨骂 直言如果没有周冬雨的话 可能他并不会站在这里 但同样的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周冬雨也不会站在这里 言外之意就是指两人拿双黄蛋引后 是共同合作的结果 而周冬雨本人的个人实力 并不能撑起这项殊荣 那么是否人人都能像马思纯一样 有话直说当场会对呢 别人不知道但起码范澄澄是做不到的 在录制《青春环游记》时 他和一堆嘉宾围坐在一起闲聊 突然张雨健不由分说地诉起了苦 试图打造一个卑彩小笼套的人设 然后又话锋一转 说自己特别羡慕范澄澄 自理行间充斥着对范澄澄靠解的质疑 听到这里一向活泼爱耍宝的范澄澄 罕见保持了沉默 看上去似乎有点无奈 因为这番话也承载了大众一贯对他所持的偏见 16岁那年 范澄澄出国做练习生 到了18岁 在偶像练习生中发光发热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都只能活在范冰冰弟弟的标签之下 这中间 他的所有付出和压力 并不像张雨娟说的那般轻描淡写 不痛不痒 而贾玲恰恰懂得范澄澄背后的心酸 也就成了唯一一个站出来替他解围的人 直到此刻范澄澄脸上才露出了些许笑意 像是被说中了心事般 目光里藏着感谢 的确在娱乐圈里 亲友熟食向来是人脉的重要来源 行二代富二代情出不穷 自带身份光环 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会最先被网友打上吃软饭啃老的标签 表现不行会被骂浪费资源 有点成绩又会被骂靠后台 可如果一个明星真有相应的实力 结局还会是这样吗 就拿陈飞宇来说 他刚进娱乐圈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只会称呼他为陈凯歌的儿子 但凡有点资源 就会被连夜冠上靠爹的名号 可说来也奇怪 明明出身演艺世家 陈飞宇却始终贯彻跳房子准则 哪里能火 他就避开哪里 欧阳娜娜和刘浩然成功组起荧幕CP后 他也找欧阳娜娜拍了部校园电影 然后扑得无声无息 剧版《最好的我们收拾》 口碑双双开花 他拍的影版就一呼到底 差评遍地 后来他又转换路线 看上了亲子综艺 可没想到这类题材突然被禁 唯一的希望浩一行 如今看来也还是遥遥无期 难怪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他 干脆改行当邪星 毕竟这些个资源砸下去 观感还不如他们家的阿瑟文学来得有趣 爸 我希望两年以后或者几年以后 别人能说我是你爸 另一位资源筐筐杂 就是没水花的则是欧豪 众所周知 他除了是海青的神外 还是新进的百亿票房映人 只不过一番作品清单 步步是大片 却步步都想不起他在里面演了谁 所幸他的个人特色还算鲜明 演技也尚且过得去 放在一众主旋律电影里 至少不会突兀到令人糟心 基于这些条件 许多网友对他的要求 也是不要飘就行 总的来说 现在的娱乐圈里资源咖遍地 烂演技横行 真正能用实力撑起顶级资源的少之又少 所以有竞争关系的同行之间 也不免出现这种首次资源咖的场景 无论如何 能力靠自己积累 口碑靠自己争取 明星要想摆脱虚假资源咖的头衔 至少得先从精进自我做起 而不是一味的在好剧本里抢占浪费名额 辣观众的眼睛 小米家们 你们觉得哪个首次资源咖的场面 最令人意外呢 你们还知道娱乐圈里有哪些财不配位的资源咖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